三个都是最多的状态 就是白色 三个都没有就是黑色 0,0,0就黑色 255,25,25就是白色的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直接输入255 豆点,255 豆点,255 瓜糊 这样的 就是一个白色的 那如果是你要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今天要绿色的话怎么表达呢 0嘛,绿色的话就是 0 有没有 这样就绿色 那如果蓝色的话呢 那就是 00255 那红色的话呢 就是 25500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 大概是这样 也就是上面 那你会想说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函数呢 用在上面 上面的红色可不可以呢 其实 就是我印象中应该也可以 只要把这边改成0 0 这样就好了 所以以后呢 你表现颜色 只要是color 等于什么 你就可以用RGB来表示 那颜色数的话呢 就会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那这边的话呢 另外其实 有些地方产生颜色 甚至可以用什么 用常用 我看一下这边是不是可以 也可以帮助我们 其他色彩 一般会有三 这边也可以 有没有 如果说你今天点了一个颜色 点了一个颜色 然后呢 这个颜色 你想要的话 请你把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记下来 那再加到 刚刚RGB的那个颜色上 就会是 你要的颜色 那这边还可以调 他点了一个颜色之后 还可以再调一整 有没有 那你可以看到颜色 这就是 这个颜色的 号码 那你把这个号码 放到那个上面去 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也可以啦 只要是 其他色彩 所以如果说 你想要知道 RGB的色彩 请你切换到前面去 找到其他色彩 就可以产生 你要的颜色 那刚刚那个部分 刚刚有同学就是说呢 利用那个 SIMI 那个Color 会产生错误 所以请你把程式 改一下 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 就是说 其实我刚刚讲 强调一个重理说 我们可以用 套公式的方式来 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比如说呢 刚刚这个